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的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卫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讲一下世界时事多 第一,德新闻有建设性留言给他 都可能没什么用 我也不想这么说,但这个就是现实 这个被称为绑架者的天堂 菲律宾 这两天,我们澳洲媒体 这宗新闻说得非常多人讨论 包括我邻居 原来 两名澳洲籍人士 被发现 在菲律宾首都以南 热门的度假胜地 大瓦台一间 这间高级的酒店 不是流肥肥的酒店 你记住,不是流肥的 一间高级酒店的房间内 当时 手和脚被困起 就被困起 搞定了 搞定了 但是 最诡异的是什么呢 不好意思 他是一元钱都没有拿走他的 嗯? 一元钱都没有拿走他的 那就是不是劫财的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 我们澳洲媒体就有报了 那就是 男士就叫做David Fist 以及他的伙伴 他的伙伴就是 菲律宾出生 但是他拿了澳洲的citizenship 是澳洲公民 就是50 他老公就是57 他就是 露斯塔 Luchita 就是55岁 原来 他们当时和一位亲友在房间 里面的 两名受害人 来自新南威士州的家庭 他细者的女儿就发了声明 就说希望当局可以尽快查出真相 并且请求外界 将他们的 不要再骚扰他的家人 不会再对案情进一步评论 你记住一样东西 他 不是那些chip地方来的 不是chip地方来的 也发生了这样的事 The Lake Hotel 很漂亮的 那间酒店 很漂亮的 唉 所以 大家也看一看 为什么 有人 我现在想一想 为什么那些西人 帮帮马赫笑 来多点投资 其实是否那些西人都知道 投资 有一定风险 当然 菲律宾仍是很多人去 不过我说过一世 我都不会去 自从马尼拉 是人质事件 我说过一世 我都不会去 这个大瓦台 其实很有来头 其实它 被称为菲律宾 健康城市 就是 比较 比较治安好 我只是说比较 而且 都是 挺好的 其实男人 这位男人 是被害人 他曾经是澳洲一间软件公司 业务开发高层 他也担任过 是债务 催修软件公司的销售代表 在商业领域打拼了很多年 都挺资深的 其实 他们 打算去菲律宾探亲 这对澳洲夫妇 应该 就是在 被人扔低那天 就应该是飞回澳洲 不过 临时决定去大瓦台 临时决定 这个就诡异了 临时决定是否有人引诱 引诱他们去 不知道 要进一步调查 这件案件有很多疑点 一元钱都没有拿走 一元钱都没有拿走 临时决定去大瓦台 去倒架 大瓦台的产业 就是旅游业 大瓦台 还曾经在2008年 和中国的杭州 上海 香港 等等城市 签署了 叫杭州宣演 在世界范围内建设一个和谐 移居和人人 拥有高质素生活的 健康城市 他就是其中一个 即是不差 不是一些很差的区域 而且 大瓦台的警方 他就告诉美联社 这些被害者 他们被发现前 几个小时 在摄像头发现了 一位蒙面人 背着斜背袋 走出了 这两个人的房间 警方亦都说 他们手机等等 贵重物品都没有被人拿走 不知道为什么要搞定 调查人如现在 就是在搜索 找着目击人士 并且 是检查 酒店的CCTV 大瓦台的市长 阿伯拉罕 他就说 我们感到震惊 全菲律宾也感到震惊 我们对于澳洲朋友感到很抱歉 事件仍然是调查当中 希望尽快找出这个人 他亦都说 两夫妻 澳洲籍男子 运回澳洲 埋葬 但是 他的妻子 和他的 因为三个人没有了 两个澳洲人 他的亲友 就说 在故土埋葬就算了 没有跟他回澳洲 澳洲外交部当然 因为他们澳洲公民 一定要发声明 在困难时刻 向受害人家庭表示 深切的遗闻 世子的亲戚也说 两个受害人 就从雪尼 飞去了印尼的巴厘岛 其实他在巴厘岛 之后 因为 这位 女士 在菲律宾有一次婚姻 这个资料 原来 到菲律宾探望 他应该和以前先生 生的两个小哥 并且计划在大亚台 作短集休息后回澳洲 令人很惋惜 你知道菲律宾 我们 毫不带任何感情地说 这个地方的治安 大家明白 中国 有位中国籍人士 和一位华人 真的没多久之前 就是 被人压了去谈生意 没了 另外这些台媒 有位嫌疑人叫李娜 菲律宾官方说 疑似来自台湾 但不在菲律宾境内 他说不是这个中国媒体 你是不是要看新闻 菲律宾官方证实 他很害怕 别人说他 说真的 哪里有坏人 有台湾 有很多骗子 但台湾也有很多好人 他就很害怕 水也很喜欢抽 涉石也很喜欢涉石 7月9日 菲律宾国家警察 发言人 法哈多也说 涉嫌参与 老粒并且辣低了 中国公民的 8名嫌疑人 包括5名外籍人士 3名菲律宾人 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名字 他们有个叫做国家警察 反 绑小组 因为他们老粒人多 对吧 看回整件事情 我相信最后都是要 因为他发大了 发大了 我觉得他 应该是抓到人的 看到近日 这些中国公民 就在菲律宾 没有了遇害的消息 其实他的 亲朋好友也是被访问时 一边哭一边说 原来有一位叫做小凡 就是他的一位亲友 这个真的是亲友 官方正成 半年前他在德国打工 工作时 原来就是一位 在德国工作的中国籍哥哥 同一名澳地利华人朋友 有位朋友 老韩 韩生 邀请从欧洲去菲律宾 商务考察时被绑 又有一宗 其实 这是 经验 他向媒体分享经验 一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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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条产业链 其实 还有你不要忘记 之前 他们也证实有警察 是参与其中的 没错 警匪一家 大哥 我怎么信你 最赞的就是 收了水都照样撕票 没错 小凡 原来 他亦都是一样 一样 陆续就给 就是 他哥 就给了他830万 就是他哥失戀 无论怎样邀请非方 都好 其实他们 都很少工作 之后 小凡就联络到大使馆 并且在大使馆的建议之下 向非方反绑大队 发责 7月8日 记者亦联系了 非方的大使馆 一名工作人员就说 小凡、阿哥和老罕的案件 原来还是 在调查当中 不便说其他 同一日 非方反绑大队的 接线生 就告诉中国记者 我们没有 具体的信息 也对 就说有什么 就联络菲律宾 国家警察的发言人 到7月9日 因为他们 是有我国国籍 所以就好一点 原来他们亦 发给德国和奥地利警方 工作人员收到的了解当中 德国警方就说 会当地警察和 警方一起 对于小凡、阿哥的案件 都要一起搞 但也不能说很多细节 近年来 菲律宾这些 榜案当然多 当然多 记得6月2日 在首都马尼拉附近 两名菲律宾警察 骑着电动摩托车 拦截了一两载有三名中国公民和一名马来西亚人的豪华轿车 之后 将他们 带上了手扣 然后逼他们进入面包车 其中两个中国人 就是撤法逃脱 并且报警 自并不知是否同僚合理 当然其他人 被人动手 但是要补回条命 他给了31万 人民币的赎金 释放他们 说真的 他们是幸好 如果那个绑 他们那两个警察知道 查出他们 我觉得私票也不奇怪 他们是不知道 和 美籍华人和中国公民一样 如果暴露了 他们身份一定搞定他们 其实看回来 一位在福利班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华人 叫李先生 他在当地 这些 房人事件是有产业链的 每个环节都有人分工很明晰 李先生有一位做房地产的朋友曾经 被这些匪徒 以租屋的名义去见面 当时 车上下来几个人 就是用砰砰的指着他 之后 用砰砰的托 砍他 他朋友就反抗 因为附近有人才最终 是脱了身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如果瘋起来 即场拉低你 他就走也可以 是吧 不害怕 是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杜特伊德 在西方看来 独裁者乱拉低人 为什么菲律宾人拍手掌 其实 当时 我们说杜特伊德出来参选 为什么小马赫斯害怕呢 我现在想想一下也是 如果 真是说治安 杜特伊德的手痕 是真的令到震懾了 是坏人的 如果他出来选的话 可能很多民众是支持杜特伊德 和他两个儿子 是吧 所以你看 杜特伊德是不是没有分量 真的不是没有分量的 他一出来参选 菲律宾对华的态度 真的有一些软化的 是吧 我都说过 我认识的菲律宾人 每个都说杜特伊德做得好的 应该是这样做的 李先生也说 那些坏人 一般就要赎金 为什么要赎人呢 因为 不好意思 李先生 李先生说 在飞角 其实赎人反而是个常态 因为是销毁证据 李先生 也说被人绑口 家属 也要及时向当地警方求助 最怕求助的 接电话那里是他的人 你说是吧 大家害怕什么 你说 最麻烦是这样 接电话那里是他的 你打他就是这件事 穿了 穿了就没有了 穿了就收了 你钱之后就拿下来 再撕票 那个欲心就非常危 对呀 没错 这也难怪西方 投资 为什么不理 美国 好大佬 为什么不理投资 你看一下 尤其是西人可能更加容易成为目标 我们 亚洲人和他们的掌相比较似 不过都危险 别说什么掌相一样 他要有心去逗你 一定会搞到你 对吧 好 这就是 第一则新闻 说一下美国 国防部助理部长 他说 现在一些 亚太国家 已经减少对美国依赖 越来越主动 去对抗中国 你死了 说这句话 其实 外奸的解读是什么意思 就是 你这样说 我们越来越不依赖你 是不是叫我们自己主动对抗中国 当然另外一个解读就是 现在他们很自动 自动对抗中国 但是没有人自动 我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是自动自觉 你也可以说 菲律宾是这样 其他的 日本很多依赖 日本入口很多要靠中国 对 他说减少对中国依赖 这句话就被人觉得 表面上 上面好像是说 你赚着这些国家抗中 但是 亦都人觉得 这个国防部副部长 其实就是和大家说 既然你们都越来越 减少对我们 我们依赖主动抗中 如果之后 不是我们 拜登总统上台 那你自己执生 是不是 反正越来越少依赖我们 如果川普上台 你们自己执生 也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 你叫我 当然除了美国 其他北约国家 亦都不断 拉拢 印太地区国家 对抗中国 自从河乌战争而来 北约有邀请澳洲 还有新西兰 日韩 也有参加 一些峰会 北约秘书长斯托彦 甚至说 东亚和欧洲 是不可分割的安全 咦 关你什么事 东亚 欧洲黏着的不是东亚 不可分割 一直都是分割的 安全方面不可分割 不是吧 欧洲应该是 你跟土耳其 格鲁吉亚 那些国家黏着的 你懂得地理知识吗 东亚 欧洲跟土耳其 格鲁吉亚 中欧 高加索地区的 比较多 土耳其更是 欧亚的 一个重要要道 你说什么 斯托尔棠八格 你瘦了吗 不可分割 亦都是 赤裸裸地 在亚太地区挑动阵营对抗 古动新冷战 不过 史托尔棠八格 时日无多 我不是说他就乖 他就快没得做 我们之后会说 他说得很大 说得很瘋 他还说是你们中国逼我们 出手 这么说 他说是中国 不断靠近 搞到我们 动手 第一件事 中国有没有不断靠近 是没有的 谁说是在日本建过办事处 你来吧 你北约说的 动手他哪动过你 真是的 这位国防部 的 助理部长 他也说 现在 因为 日本和菲律宾 签了 互准 互惠准入 协议 这个 就叫做 东进亚太策略 你们试试吧 你真的是不是 开这么多条战线 我想问你 他当然 斯托尼泊格 又是说 你帮俄罗斯 很危险 北约 还有 现在你弄个假想敌出来 好了 我当你真是你和中国在开战 或者好像现在 打台湾北约是否出兵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你就在东亚出兵 你说得过去 应该不会用 就算帮台湾 就算真的是出兵 一软 会用 约的字头去做 是的 可能叫日本 或者南韩 但是南韩你不要忘记 戴马瑞尔经常说 金仔在睡觉 日本 俄罗斯 俄罗斯与日本 是有领土争议的 他不动 大家都互相牵制 我不是说中国大了 但是大家互相牵制 你动一下 其实特朗普上台之后 一直来的时候 整个世界格局变了 当然他有机会再上台 但是说真的 拜登走的比他更加过 川普就算上台 其实大家的期待 谁上台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反中之勢 起码还要十年八年 大家 即是他们 动手动到疲 觉得 好像也要谈一谈好些 对吧 不过 二战时 日本曾经 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 进行殖民统治 其实 富有严重的 历史 罪责的 日本应该反省自己侵略历史 在军事安全 要谈慎 不过说真的 日本其实就没什么 是这位 美国的 助理防长 其实都想夹日本上战车 你说夹菲律宾都很正常 夹日本上战车 日本 说真的日本的岸田民和我们说过 他的很低的支持率 不过 可不可以将 内政转移到外交 以前很有效 发觉这几年这招没什么用 民生问题你每一天都遇到的 你每一天都遇到的 你一去超市 一去买东西 你的生活成本高了 你怎样转都转不到的 没错 没错 好 这个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大家知道了 华盛顿举行了为期三日的北约峰会 美国也和加拿大和芬兰 说要组成一个破冰 船的 对五联盟 加强 是盟国的 造船业 因为之前他们就说中国的造船业太劲了 原来 白宫就说作为北极国家 加拿大和芬兰还有美国的领袖 我们 认识到这个地区对我们 集体的经济 气候和国家安全 哈 国家安全有关这些事 不过这样 因为美国是有地方很近俄罗斯 但是他们这个是为了抗中的 这个不是抗俄 抗俄 一直都在抗中的 就是很重要 我们决定深化合作 确保 是极地 和北极地区保护 还有和平 北极又打个仗吗 你们插着脚可能就会出事了 和合作了繁明的 美国官员就说三个北约成员国的目标 在年底之前签署协议 这项协议 就将是汇聚于盟国的需求抗大 造船能力 并且向极地投射力量并且执行国际 规范还有条约 抗衡中俄 这位官员也说 如果没有这个安排 我们面临的风险很大 我们的对手 在巨大的地缘 战略重要性的 专业技术方面是有优势 是的 俄罗斯的破冰船很厉害 是很厉害的 但是加拿大也很厉害 加拿大也很厉害 因为他们始终近 不像澳洲的破冰船 澳洲的破冰船没有他们那么大 这个也能够令到他们成为 那些有兴趣购买极地 破冰船国家 原来就成为首选供应商 因为很多人买 是俄罗斯和中国的船 之前可能 加拿大也挺有名的 加拿大破冰船 美国议员与专家对于近年来 美国的造船萎缩感到是遗憾的 特别是因为中国 现在以前所未有的水平生产海军的船 美国海军船的造船 的计划总比中国迟几年 当然他们就没有说 什么时候联合成为新船的时间表 也没有说美国根据这些协议 究竟生产多少条船 但也说美国目前有两艘破冰船 这两艘破冰船都已经是接近使用寿命 所以美国的盟友希望未来 现在只有两艘? 未来十年起码是70到90艘? 哇 好有红心壮志 也是好的 做不到也不知道 先说吧 破冰船在俄罗斯真是大哥 一个国家四十多条 芬兰加上 70艘可能是加上芬兰 芬兰和加拿大加上几十艘 当然这些也是搞对抗 没什么厉害 始终我们都相信 合作永远 对胜国对抗得出来的 是好效果的 好就这样 俄罗斯真是 哇 Bubble